大家好,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画家明星乔庄 乔庄拥有表里如一的文艺气质 经常扮演副才气但性格叛逆的不羁青年 是1960年代下半战后年轻人的荧幕代表 我觉得我还是幸福的快乐的 虽然我不曾成功为一个艺术家 或者我压根儿不能成功为一个艺术家 可是我知道自己现在正走上这条道路 1960年初擅长绘画的斯文青年乔庄加盟少士 他受邀为官宣杂志南国电影 撰写一篇自我介绍的短文 内容太半以钟情的绘画为主题 言谈兼男演对艺术的喜爱 乔庄自幼学习美术或许正是如此长时间的熏陶 使他比同类型的男演员多了几分文艺气息 让他成为类似角色的不二人选 林波为首的女小生崛起前 乔庄风流倜傍 外形出色可谓最理想的书生典型 从花田错的遍迹 武则天的太子贤 乃至红娘的张君瑞 全是落地举人骆驼秀才与骆难才子 在古代不是拿画笔就是拿毛笔 回到现代他不改气质路线 角色不离大学生画家音乐家或富二代 尽管长眼文质彬彬的年轻男子 乔庄却没有奶油小生的纸粉器 反倒多了几分冲动叛逆与倔强 在重男性中独树一格 乔庄本名乔木上海人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主修油画 1954年20岁的乔庄赴港 为己进入长城影业为基本演员 参演《三恋大富之家》、《日出》、《鸾凤和鸣》、《眼儿媚》、《王老五之恋》等九部电影 1959年10月25岁的乔庄转头桃园影业 为己在邵氏任广告油画美工 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的宣传广告 即是出自乔庄首笔 1960年1月 与邵氏签约为基本演员 首座为严峻导演的《黑夜枪声》 之后陆续参与《盲目的爱情》、《农本多情》、《花田错》、《梁山伯与朱英台》、《第二春》、《杜鹃花开》、《武则天》等 为公司力捧具潜力的后起之秀 1964年乔庄来台拍摄《情人时与山歌姻缘》 由此正式走红 期间主演电影《古今各半》 但仍以时装文艺较傲为出色 作品包括《欢乐青春》、《文素晨》、《蓝仪》、《断肠剑》、《少年十五、二十时》、《明日之歌》、《七侠武艺》、《刀剑》及《寒烟翠》等 欲艳狂流为乔庄在邵氏的最后一部电影 1969年35岁的乔庄与邵氏约满 以自由演员身份在影圈发展之余 同时开始接触幕后工作 自编自导自演武侠片《剑胆》、《八部追魂》 与时装喜剧《太太怀孕了》 拍比《三十六杀手》后退出影坛 自此鲜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2008年过世 享年74岁 乔庄自幼喜爱绘画 兴趣一直持续到中学时代 之后就读美专 更将绘画视为终身置业 由上海来到香港出席 乔庄曾以绘画为生 虽然没办法赚大钱 倒也过得满足愉快 乔庄爱看电影 却从没想过有天能成为电影演员 某次 乔庄在《九龙迷敦道》上写声 被碰巧行精的长城导演李平倩一眼向重 当时他正为新片《三链》中的画家角色苦恼 而眼前这位美专毕业生正好符合理想 经李平倩的影剑 乔庄意外展开演艺生涯 幸运的是 他第一部戏就与长城大公主夏梦搭配 之后稳居主要角色 幸运堪称顺遂 1959年底25岁的乔庄离开长城 转入亲国民政府的自由营业系统 在政治对立的氛围下 此举被视为弃暗投名投奔自由 媒体也对此大肆报道 借机批判中共政权 其实撇开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 乔庄转换公司主要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 理由和同期由左转右的乐地观山如出一彻 毕竟无论酬劳或演出机会 有邵氏电貌的自由营业 都叫左派长凤星 也就是长城凤凰新莲 优渥 乔庄入邵氏时已借试婚年龄 投奔自由的新闻热潮没过多久 记者就对他展开一波逼婚攻势 女性名字一个换过一个 但似乎都只是电影宣传的烟幕袋 1963年28岁的乔庄为拍摄《山歌姻缘来台》 再度被问起何时结束单身生活 记者连珠炮班说出一堆女性性名 走马灯至丁洪时突然停住 原来此时的乔庄已经脸红 不久前香港娱乐报纸明灯日报 看出一则乔庄与丁洪论及婚嫁的画边新闻 面对台湾记者的穷追猛打 逼得他只能老实答 我与丁洪虽然是很要好 但却还没有谈亲说爱 更没有提过终身大事 有趣的是 记者可能认为乔庄没说实话 于是只有带时间来做证人做结语 但随着事过境迁 时间却是做了证人 证明乔庄没有说谎 眼界与丁洪的绯闻越传越真 乔庄虽承认孤生在港倍感寂寞 却仍止天发誓 目前并无女友 他直言不愿娶圈内人 因为娶太太就得请她 好好的主持家务 乔庄更开出择偶条件 也就是年龄小 自己六到七岁 能说国语相貌终上 性格温柔 还得有音乐或美术方面的修养 乔庄一再表示 想娶家庭妇女型的小姐 也就是不爱交进应酬 忠于丈夫 在她心目中 这样的婚姻才能幸福 时隔一年 乔庄依旧孤家寡人 此时她的对象 又换成活泼俏丽的石燕 从石燕某次的访谈看来 恋爱的真实性颇高 听到您和乔庄关系如何的问题 石燕笑称两人关系不好也不坏 言语间埋怨巨少离多 感情维系不易 况且双方都与少士有合约关系 婚不是想结就结的成 不过与石燕的传闻没多久 也就趋于平淡 两年过去乔庄已是年轻女心中的哥哥叔叔 他也乐得搬进位在清水湾的邵氏影城宿舍 做快乐王老五 整日画画平民挡将 日子自由自在 众人好奇乔庄是否抱持不婚主义 他无奈苦笑 我只是没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或真或假的恋情传了几年 还是一副娃娃脸的乔庄 实际突破三十大关 韩燕翠外警队赴台前被问的有些不耐烦的乔庄 索性先开口为强 直言要到台湾物色一位家庭主妇 本以为明星为求宣传效果的料狠话 没想到乔庄说到做到 真的在南台湾密的理想伴侣 距离宣誓找太太才满三个月 竟传出乔庄将赴台求婚的消息 对象正是就读台北实践家政学校二年级的许小姐 报道称乔庄五月份随韩燕翠外警队 到台南县珊瑚团拍摄时 下榻台南是华州饭店 在导演严俊的牵线下 皆是周末返家度假的饭店二小姐 只是当记者向华州饭店的许家求证时 却得到双方仅是普通朋友的泼冷水答复 许小姐虽称只和乔庄见过一面 倒不否认两人有愿望返的事实 实际上早在关系曝光前一个月 乔庄已托人向许家提亲 为女方已需要考虑为由站位回复 隔年乔庄为首次担任导演的贱胆再度来台 话题仍旧围绕婚姻 谈起未婚妻许小姐 乔庄自称很相信命运 尽管这只是两人的第三度见面 却已互许终身 乔庄形容许小姐很漂亮又文静 更重要的是了解她 不过未来岳父希望她能改行做生意 并且长居台湾 乔庄坦言 这些事不是说做就可以做的 当然她的父亲都是出于好意 而且有许小姐的体谅也就够了 乔庄言谈间难舍电影事业 亦不愿放弃美满良缘 婚期一言再言 终于盼到未婚妻毕业 1970年底 两人步入礼堂 婚后36岁的乔庄淡出影圈 不再涉足娱乐界 乔庄合作的女星 从丁宁乐帝杜鹃到郑佩佩 和莉莉方寅 胡燕妮等 片极邵氏一线女星 其中梁兄哥林波 便格外与乔庄有缘 林波加谋邵氏后 分别第一次在古装红娘 与时装明日之歌单纲女性角色 都是与乔庄谈恋爱 正当林波以梁柱在台引爆热潮时 与她拍摄红娘的乔庄 也成为记者积极探访的对象 话题左绕右拐 全是这位当红炸子鸡 乔庄谈到对林波的印象 是位态度亲切谈吐斯文 纯洁的女孩子 待人皆无一点也不搅柔造作 谈到林波饰演崔茵的表现 乔庄更是赞誉有加 一上庄之后 就流露出一个女演员难得的气质 把自己带入戏中 林波实在太聪明了 戏的理解力高人一等 对工作态度也非常认真 可惜的是 红炸衣林波在梁柱的 反串表现太过成功 导致邵氏决定打掉重练 崔茵茵改当张军睿 红娘也由杜鹃换成林带 最后拍成的西香剂 由李金饰演 乔庄得知先前努力白费 无奈感叹 演员只有听从上面的意思外 仍不忘忧自己一抹 我很惋惜我和林波 第一回在荧幕上扮演情侣的戏 成了一场春梦 我在红娘里的那个角色 将由林波取代 我是个男人 演男人的戏竟然演不过林波 所以我很佩服他 乔庄想起曾在花田错里男扮女装 笑颜浑身不对劲 别扭得要命 林波扮男人却能这般潇洒自在 无怪能征服万千影迷 约三年后 两人因《明日之歌》再次攜手 该片为林波在梁柱后的 第一部时装文艺片 正式开拍前 《明日之歌》的卡斯 已经经过四次更替 导演陶景最早属于林戴成后主演 后来几经波折 人选由叶峰 当时他的婚变闹得满城风雨 本人一队一再重复歌女角色兴趣缺缺 胡燕妮 当时仍是新人 没有票房保证 最终决定交给林波 《明日之歌》中 乔庄饰演染上独影的天才鼓手 林波则是他一手栽培的歌星 两人为独影争执冲突 为戒毒相互扶持 精彩的对手戏 印证乔庄先前对林波的赞美 所言不虚 即便片约紧凑忙碌 乔庄人不忘最爱的画笔 精心绘制的人像油画 更为他迎来不少友谊 帅气男星虽如过疆之际 但像他这般真材实料的文艺小生 却是屈指可数 有一个人他愿意老老实实走着 自己个人理想的道路 这个人就是我 没有奇迹盈盈 只是静静地耕耘钟爱的事业 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永至不忘 乔庄就和他的荧幕形象一样 俊雅温文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好